Hello 大家好,我是 YM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我們一年前去過與 Cambridge 好節的 Norwich 一年後的我們終於可以真真正正去 Cambridge 看看 Cambridge 一向都受中產家庭歡迎 因為 Cambridge 有一間世界最名學府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而且 Good 和 Outstanding 的中小學 都多不勝數 諾倫敦亦不是很遠 走出我們今日介紹這個樓盤 Marley 為例 她是位於 Cambridge North 和 Cambridge Station 的中間 諾倫敦平均只需 1 小時 011 分鐘 幸好踏到 Express 48 分鐘便可以去到 事不宜遲,現在就讓我們帶你去看她兩個 Show Home 先 一個是兩房的 Apartment 另一個是五房的獨立屋連雙車房 之後我還會帶大家去看她的周邊環境和設施 我身處這裡是一間兩房的 Apartment 這裡是正門 這裡是一個圓關的位置,也挺大 我右手邊也可以放一個很大的鞋櫃 現在這裡是另一邊放了一個大的全身鏡 我覺得也挺好,外出前就可以照鏡 四出門口 然後進來這裡,我左手邊先 就是一個客廳和飯廳連在一起 客廳這裡側邊有落地門,可以出外出的 這裡是骨子,不是很寬敞的客廳 但是四四方方都試正的 我現在放了一張L-sheet的沙發 看上去也是很舒服,而且窗也很多 旁邊這裡也可以放到一張六人的餐桌 雖然它不太大,但我覺得也很夠用 然後旁邊這裡就是一個開放廚房 放在廚房,放在廚房,先開一下雪櫃 就是在Saint Luce,但其實雪櫃好像升高了 比平時的雪櫃升高了 有雙煮鍋,上面也有些櫃 也有很大的儲物 下面也有 全部都做到Soft Closing 了 質量都OK 開一下,試一下都OK 也不太輕聲聲,很差 有一個Hop,有一個手氣扇 這個石桌面也很漂亮 這裡還有一個Full Size的Dish Washer 所以這裡的電器也是很齊全的 好,看完廚房客廳 就先看看這邊 這裡就是一個Utility 可以放到洗機 其實也有位置放一些層架 放雜物 然後旁邊就是Family bathroom 很大,沒有窗 有一個浴缸,洗手盆 它的設計也很漂亮 就像酒店式一樣 這裡也有很多位置可以放到東西 你不需要特別做鏡櫃 我覺得這樣也可以接受 下面有些架 然後走廊的盡頭 這裡就是一個Mask Bedroom 很大的主人套房 這裡可以放到六呎床 現在放到五呎床 其實六呎床都OK 因為左右也有空間 這裡的位置很大 這裡是放梳裝桌 這裡還有一個入場的衣櫃 這裡的空間也很大 這裡真的 另外一邊這裡就是En suite 都是沒有窗的 En suite來說 我覺得它也算是大 例如它的企光位置 都是闊 它的設計也是跟Family bathroom一樣 都是偏向酒店式的 所以整個風格也是很美 我覺得很舒服 然後這裡就是一個儲物空間 都真的挺大的 上面加一些蔥 你可以掛大衣 下面可以放一些行李箱 大舊的東西 例如皮泡等等 都可以塞進來這裡 然後最後這個就是第二客房 35屋 這裡同樣可以放到六呎床 這裡就是一半呎床 左右也有空間 如果你想放六呎床 也絕對可以 這裡就有兩邊窗 因為今天始終是下雨 陰天 所以感覺就比較暗 其實這裡的窗是很足夠的 然後床的對面這裡 有一個凹位 可以放一個入場衣櫃 然後衣櫃旁邊 就可以放一張書桌 或者梳妝桌 所以這間客房也挺大的 Apartment分別有一房和兩房 價錢就去329,950英鎊 現在進來這間 就是一間五房的獨立屋 連雙車房 非常大的一間屋 正門進來 這裡也有透光的位置 平時這裡也有空間放鞋櫃 非常重要 對我來說 這裡也有全身鏡 出門前也可以照一下 也是很好的 這個想法 我轉左邊這裡就是 其中一個廳 因為這裡的樓上也是一個廳 這個就是 所以看到它就不是很大 這個廳 這個就是 四四方方 你可以用其他用途都無所謂的 還有一些可能做自家庭 或者是可以用很多司機 可以用家庭 可以給朋友來坐 搶桂 打麻將 等等都可以 然後 旁邊這裡就是樓下的 衣服 它也是沒窗的 但也很寬的 在裡面 然后这里就有个楼梯底的储物空间 那些设计箱都在这里 放窄物,掛东西 然后我下入来这里就是全屋最正最正的地方 因为这里真的好大 我刚刚说的走音 因为这里这么大的厨房 然后旁边有个厅 然后先讲讲厨房 因为这些厨房很大 整堆人不在帮忙都不会觉得很厉害 这就是有一组的楼梯 这边是两边冰箱 这边是储物 这边是冰箱 还有一个Double Oven A.A.G 上下都有楼梯 刚刚的房间设计也是大同小异的 看看这边 这个很长的worktop 两边L shape 是超长的 做了石头面 是非常漂亮 很正 同样有一个full size的disk washer 然后还有一个枪 还有一个洗手盘 这里真的可以放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都可以 我最欣赏它就是这里煮食 通常这样是最完美的 前面坐了一些fan 走到时就站在那里煮食 一边煮一边聊天 然后中间就因为升起了抽气线 抽油烟机 我觉得是很正的一个设计 因为有时候有些屋 就算是很大的台面 但是它也是摘在一边的 可能感觉上没有那么漂亮 没有那么型格 这里是非常之好 这里可以放了几张stools 旁边可以放一张十人 至十多人的餐饭都没问题 因为这里真的很长 很阔落 这里就是肩膀多 就可以通过家园 这里就是show home 所以各个plot 有机会不同 但是都可以做个朝食 给大家参考一下 这里可以放松沙发 也没有什么机会 坐在旁边的厅里 基本上很多时候都在这里 即是有个电视机 这里的地方真的非常大 另外这边就是Utia自发 也有窗 正常大 即是都是大的 光湿也有 也有洗手盘 旁边也有个空间 你可以再放一个小柜 放些垃圾东西 上面有少设计 这个也是boiler 这里设计了一个children corner 我觉得如果懂弹琴的人 这里可以放布琴 我觉得这里很fit 那就可以去鱼斌了 好了 现在就上楼上一楼 首先就转右 就是另外一个厅 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客厅 因为是超级大的客厅 这个楼口是小小的 这就是真正可以给大班朋友 聊天玩 什么都可以的 一个大厅 即是两边沙发 这里坐十多人 十多人 十多二十人都没问题 那两边窗 而且这里是 所以采光是没问题的 只不过今天真的刚好下雨 就没办法 好了 那顺序 这里就是一个家庭 没有窗 正常尺寸 它不是特别大的 这个厅 也是用了酒店式的设计 这里做了一个镜柜 可以放很多东西 桌面有些空间 也是很漂亮 然后旁边 这个是双屋 还有一个落地的窗 其实都很大 因为这里你可以放六尺 然后旁边这里可以放衣柜 或者床尾做塑装桌 对了 这里有烟柜 都很大 可以 对了 都很够用 然后走过来 这里有卷 这里也有一个大窗 所以就不需要特别开灯 我想日头都很够光 另外这里就是一个 master bedroom 有个吐槍 这里也有两边窗 所以实际上很光亮 可以放到六尺床 很漂亮 就是这样的窗 我看出去 这里可以做梳妆桌 然后这里也很正的 这个角落位 它就做了两边的入场衣柜 就是到顶的衣柜 两边 就是女主人一个 男主人一个 那我开一个看一下 里面是通的 这样 就是上面都可以放到行李箱 好了 那这个套匙 这里就是 也是大的套匙 对我来说 它的企肛位都是宽阔 也不会觉得测迫的 设计也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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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就去到二楼 那由我左边看起 那这间房子也是另一个 有个套匙的房子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大房 同样放了六尺 游来游来游落地的 摄影器 那我就觉得这间房子 真的很大 所以我放了一张大的梳妆桌 或者书桌 可以 那我对面就有个套匙 不过它就有少少斜顶 那便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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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然后这个就是 一个套匙 那同样都是没有窗的 那也算是大的套匙 那也算是大的套匙 那真的很大 这里也做了六尺 这边也做了六尺 这边也有浴缸 也有霧窗 那也设计 都大同小异 那也是采用 酒店式的设计 那也是很靓仔的 那然后呢 这边 第四间房 那也是一个 double bedroom 那也是一个 落地的玻璃 那这边就分了两张 那其实 就是放一张大 五尺六尺 都一定没问题的了 那还有位置 会放到衣柜 书桌 那这样 那这间最后一间房 就稍微了 比起刚才那几间都 那所以就可能做客房 或者书房 那就是 排在旁边 放一张单人床 那这边就做书桌 那现在就 那便就 那便没有落地玻璃 那便有一半的 那这样 书房来说 那些房子很大 那这边 那这边 最后了 有个 放棕榜达的地方 那旁边有点空间放检物 那现在我们呢 去看了个 铁湾全程 因为呢 它呢 就是一个double铁湾 那这边就是 那边就是 非常幅 它一定是 入到两架车 那外面 也都可以最少 开到 两架车 那所以 有四架车 可以 隆南岛 在这里 Marlie的房子 有Terrace Semi Detached 也有两层或三层 两房至五房都有 那价钱就是 五十四万九千九百五十英镑 起 另外部分的屋 会设有 Solar Panel 和Car Charger 绝对是交分位 Marlie 是由Marshall 和Hill 两大发电商合作打造 Phase 1 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最新一期 会预计在 2026年的第一季至第二季之间 落成 所以无论是想找现楼 还是长楼花旗 Marlie 都可以满足得到 而首期只需要10% 这个楼盘虽然没有Clubhouse 但屋院范围内应有尽有 首先就是这个Gregory Park 今次我第一次来 但给我的感觉 已经很舒服 虽然天气不似预期 我相信天气好的话 会有很多人散步和踩单车 另外也有一间小学和Nursery 妈妈闷着喜欢的Spa Massage 和Yoga 都可以在这里找得到 走没多远就看到这间很漂亮的cafe 进去就已经闻到香叛叛的咖啡味 它的食物也很吸引 可惜当天我们比较时间紧逼 所以就没机会上市了 超级市场就不少得了 真的不用开车都可以买到菜 又抽到上学放学 没得顶 说开买菜 其实在Mali的旁边有个游站 而游站里面也有一间M&S 亦都有一些货币可以买 游站再过多一点就是这个楼冰场 有小朋友可以带他来这里玩 楼冰场对出就是这个地方 叫做Park&Ride 有很多车位 如果有朋友来到的话 就不用怕没鬼拍了 楼盘这里有个叫Jubilee Square 这里有个in-door的位置 就是逢星期五有些香港人 就会将一些新鲜蔬菜 或者一些中式或者港式的食品 都会在这里售买 我觉得非常之好 因为你不需要说开车很远 就已经可以买到新鲜的蔬菜 看到有些苦瓜、白菜 看到有些可粉 很多很适合我们香港人吃的东西 就像我们平时住的地方 就可能开半个小时才可以去港超去买 但这里不需要说开车太远 在屋苑里面已经有这个市场 就卖得到 我们可以终一个圈 连海鲜都有 初来就看到一些蔬果 原来走过这边连海鲜都有 就是大虾 有不同品种的鱼、鱿、鱼、蜆 有蜆 很棒 有蟹 还有盛子 印度芒果也有 不是 是泰国芒果也有 不是印度芒果 是泰国芒果 一盒不知多少种 不用去吃饭 多少榴莲一盒 不合猫山王 马来西亚 不用去Costco和人争 最后我们都敌不住引油 买了两双芒果回家 每一种都很甜很好吃 另外也买了烧肉 因为Hailey很喜欢吃 我们对Marley这个榴盘的介绍 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们都对Marley这个榴盘有兴趣的话 就欢迎参加以下这个讲座 也可以透过WhatsApp 联络有关人士了解更多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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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